国外出现了一种走去的淘金游戏 在网上购买1500美金的淘金纱 里面可以逃出不定量的黄金 如果硬气够好 是不定可以发一笔横财 因为老外决定买一个来试试 看看自己能赚到多少钱 价值1500美金的淘金土 大概有27斤重 被装在一个桶子里 单看这些回不溜求的泥土 很难让人相信里面能逃到黄金 不过老外还是打算一试 首先他用滤网将金矿土分离开 逐渐缩小滤网的口径 将金矿土按照直径大小全部分离 最细的甚至赶得上面粉了 接下来老外用磁石在矿土里角度 发现很多铁矿碎屑粘在了上面 说明这堆矿土里有很高的含金量 于是老外将矿土放在水里进行清洗 因为金子的密度大于吐血 所以不容易被水冲走 多用水冲洗几次 我们就能筛选出里面的金子了 最后老外将所有的金子拿去称重 结果发现只有31.2颗黄金 整额下来也就是1300美金 反而亏了200美金 这么看来 想靠淘金筒支付还是不太可能的 咱们还是老老实实打工吧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by bwd6 by bwd6